田平軒 掌聲鼓勵田醫師 田理事我再補充介紹一下 其實他對台灣做了很多共同伟業 93年他就是最大的金主贊助者 要不要再鼓勵一下 或者是在一個國家溫泉到台灣來 其實大家贊助了很多錢 他自己本身後來也很精進又到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剛好把那個人家自然醫學這些科系 在佛光大學設一個科系叫樂國生物文化學系 他剛好唸低界的措施 等於就是說把非主流變成主流教育部了 那我現在把它推到聯合國去 比如說現在聯合國有些 現在聯合國裡面有一些叫國際醫療 還有包括一些定內學的醫療 我都把他送進去了 有時候因為他的付出 我覺得甚至這樣子 他的付出得到這個結果也是應該的 然後大家記得這幾年我帶他到 到杭州去發表 也跟聯合國跟世衛 還有很多大使做這個量子處療的發表 因為量子處療目前還是歐洲在講 但是我覺得他要花坡對不對 就是背景醫師 花坡結合他的中醫的手療 非常好 尤其他也是終結醫師的高徒 終結醫師在世的時候對不對 到重曆教了他兩年 兩年什麼叫做非侵入性手療 跟他人量力學怎麼做的怪異 他突破了 他突破了 所以他們的角度有收據 這個終結醫師有收費 所以他們的角度這個是高徒 我們請我們的田醫師 謝謝大家 各位好 我想我要講的剛剛 教授已經幫我講了 他講的部分就是我在用 只是我在走的是比較臨床的部分 那這一塊也是非常困難的部分 因為做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因為還是視覺性動物 就是相信看得見 沒有看見的都很質疑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有點怪異亂神 可是教授做了這方面的努力 跟研究 真是太棒 因為這三天其實崔久教授也有做了研討會 那我們也有人進去上 那發現講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電腦上 戶口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應該是講他講的東西 十年來都沒有練過 可是我發現這個剛剛教授講的東西 已經是非常臨床 然後非常緊急的東西 而且直接應用 那做了這麼久的花筋 發現真正在座花筋的醫生 真的非常少 因為雖然案例非常多 但是成功案例非常少 原因是因為要追蹤 要持續的關懷 要持續的 持續的意思就是 剛剛教授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叫觀察者效益 所以通常我陪伴課案的時候 即使我只是坐在他旁邊 他就哭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很多 我自己在研究所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透過個案的研究 那我的教授常常會問一句 為什麼你知道 在心理學派裡面有一個 這樣獨特的 就是超個人心理學 這個部分說明了很多科學做不到的東西 但是剛剛有些影片 如果大家有仔細看的話 真的是還是可以看得見 所以我把這樣的理論基礎 加上我自己在用的澳洲花精 然後再加上我之前學過的中醫的東西 三方面結合在一起 這裡面我沒有講到的是 其實精髓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雖然不會整齊 但是我用的是劍骨的手法 還是一樣調整人際隨意的流動 所以如果全部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相信對人們的健康 身心靈方面來說 提升是非常快速的 因為我覺得在以前臨床個案的時候 我通常處理到的是病症 這個考驗蠻久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最困難的是 實際的案例已經就是直接在吃藥了 也就是說他可能吃了十年 二十年以上的精神科的藥 甚至十年吃了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藥 你要怎麼樣讓他斷數 你要怎麼樣讓他回到正常頻率 我覺得好重要 因為餘獲這些人他可能會不正常 未來我們會少了很多的社會案件 有沒有發現最近發生的 一些社會案件是怎麼樣引起來的 都是在精神上面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跟各位來做臨床的分享 但是我還是會講一下就是 比較就是我們在用到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發現喔 來人間真的是一種考驗 也是一種學習 也是一種修行 包含 如果你們剛剛有看到那個程序表 其實上面沒有我 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我跟我先生常常在很多層面上 理念觀念不太同 所以導致就是我們會有一點的爭議 然後所以上面其實沒有我 我的主題其實本來是他要講的 可是我還是做了最後的努力 我還是出現了 因為我覺得我陪了他十幾年 那這一塊路真的很難走 那我覺得他已經堅持到現在了 我希望能夠陪著他繼續往下走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有講到 我所做的任何的決定也好 想法也好 言語也好 其實他是沒有時空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在講的 也代表未來可能也影響到了未來的我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說的每一句話 其實我可能要想一下 沒有辦法像以前我可能很 我就是我 我的個性就是這麼直白 我就會劈啪的講完了 那現在我會稍微停頓一下 因為我發現 當我的言語出去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到很多人 傷到很多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就會稍微覺察一下 自覺一下 這是我用花精 我覺得用了那麼久 因為我的 我自己本身來說其實資質不頓 所以我其實我對花精感應力沒有那麼強 那慢慢的才發現自己在很多很多 覺知上面有一些些提升 甚至有一些些改變 所以我才能在做臨床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做量子處療的時候 它非常簡單 所以教學教到現在的時候 我已經不知道我要怎麼教了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教 因為它非常的簡單 可是你說簡單 它又不太簡單 因為當你沒有覺察的時候 能量的流動也沒有感覺 你的改變沒有感覺 那當然個案的改變 你也沒有感覺 那就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療癒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在講 其實我們在傳送能量的時候呢 兩個彼此都在這樣的能量場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形成一種迴路了 所以我在做個案的時候 你說會覺得很累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同時也接受了自我的療癒 那第二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不管你說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你以為傷害的值別了 其實到最後還是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有的時候 我以前都會很生氣 很愛生氣 現在呢好像沒有太大的情緒 為什麼 因為氣不起來了 所以你說生氣它只是一種方法跟手段 你說真的很生氣嗎 沒有辦法 因為世人只看到那個面相 我生氣的面相 所以這一招呢 對爸爸來說很重要 只是爸爸很在乎我 就是那個周理事長 那他就會注意到我生氣了 不然要生氣有點困難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發現 我們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也是一樣 同樣在同一個量級場裡 所以世界裡面其實有你也有我 而且彼此是融合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很多事情 都希望可以達到共振的效果 所以就像剛剛教授講的 如果每個家庭裡面有一個覺醒 其實我們會影響到周圍的人 就包含 其實我做了很多努力在我們家的飲食方面 可是呢 很難改變 很難 因為呢 吃的時候還是跟著我一樣吃些什麼東西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 他還是被子我會在外面吃麥當勞 這就代表說 所以他以為我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不用說 我都會知道耶 因為你會聞到味道不一樣 你會聞到 很奇妙 其實沒有什麼通不通 但是你的覺察力夠的時候 其實那個味道都出現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做處療的時候 在做花心療育的時候 很可怕的就是 他會散發出他曾經服用的藥物 或是他吃了什麼東西 或者他進入什麼樣的場域 所以我其實很怕做到的是藥物色的 因為他們散發出來的是有一些濕臭味 都會有味道 所以啊 在家裡面放一些花 其實非常棒 那所以第二段的部分呢 這也是我們在做的 就是 如果待會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在外面 我們可以做量子處療的 很簡單的吃飯 因為其實這邊就在講 不管這個例子 它相距有多遙遠 只要兩個例子 可以在彼此作用 所以它是超越時空 所以我們在做個案的時候 其實已經推翻了一般 所謂的子油壓按摩 其實已經超越那個東西 當你 你的手放在你身體的 某一個肯痛部位的前後上下 就夠了 但是我們要等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可能凍結了很久的能量 它是沒有辦法過的 它是沒有辦法過的 所以我們處理到很多個案是屬於 它可能痛了幾十年 就在那個點 可是很奇妙的是 怎麼去看醫生 照S光 或者是所謂的 比較高科技的東西 找不到 找不到你講的那個疼痛點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疼痛 我舉一個比較實際的案例 我有個個案它很特別 它就說它出口痛 因為我沒有它心臟 所以我也看不到 那 結果幫它做這樣子處療的時候 加了花青刀底下去之後 它自己看一見 它告訴我 它說我知道了 因為不知道在哪一個朝代的時候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軍人 它是一個士兵 那有個弓箭呢 直接從它的箭 就是別人 敵人射出來的箭 穿越了這個位子 所以這個位子就變成成嚴的救急 所以這樣講好可怕喔 原來我們帶了美式的 什麼東西下來 記憶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身體上的所有細胞 記載了 你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過往 甚至從胎兒時期 我們講的 只要我們知道開始 其實就已經在記載了 所以啊 我們常常 在業界有很多 我們一直在講 身心靈 身心靈 對吧 好像變成一種流行名詞 但是真正要怎麼做 我覺得好困難 好困難的地方是因為 如果靈性這麼高的人 他通常都意識覺 是在這個部分 他忘記了他活在地球 他忘記了他的肉身這個工具 所以忘記了怎麼 關照自己 所以你會發現 好多人 他去造什麼脈絡圖什麼 上面都是 可是下面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並沒有連貫 並沒有真正達到身心靈 所以我們的做法 是從身體細胞下去 然後去釋放解決一些 他累印在 烙印在細胞身上的東西 所以呢 可是光泡五的處療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呢 我們家的澳洲花精的 高頻率下去帶動 因為剛剛 教授有講到 其實疾病都有一種 特定的頻率 都有 所以光是用傳統的藥 我覺得很有限 比如說我常常處理到 心臟有問題的人 他就發現說 其實吃藥 彈性要比善 只有怎樣 暫時的暢通 甚至他把全身血管 彈性都放了 所以呢 他反而未來 我比較擔心的是 血管內膜剝弱的問題 或是其他 引動腎臟病的問題 所以台灣 是洗腎王國 大家應該知道吧 因為我們健保太大了 不用錢嘛 對吧 還好現在已經改了 說要轉什麼大醫院 要怎樣 智慧而高一點 對 所以大家可能 就不會再去逛醫院了吧 真的 我們會發現很多老人家 習慣去逛醫院 拿了藥之後呢 放在哪 放在冰箱裡 他不見得會吃 可是大家要記得 藥物其實跟所有的物質一樣 他都有一定的頻率 你確定他不會傷害你其他細胞嗎 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想要說 既然例子之間都有 他都有相關性 所以呢 我覺得跟每個人的連結 就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的課題 我需要改變的地方 因為我通常有選擇性 我只選擇 我接得到這個人的頻率的人 也就是說我覺得頻率相信 我才會說話 那一般呢 其實 我如果我現在出事的話 通常我都在吃東西 我不會說話 因為我找不到那個頻率 所以其實 我沒有近視 我現在變原視 因為我看不見近的人 我只看得見對的人 這個是比較糟糕的部分 這也是我在學習改變的部分 那再來 所以念力 祈禱祈福 都很重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簡易的方法 我比較偷懶 那我就會找所謂的杯子 比較好的杯子 上面有大杯咒 就直接把能量水倒進去 它就變成一個超有能量的水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那當然顏色也很重要 你在花心療癒裡面 澳洲花心它除了用喝的之外 它用擦的 它有色彩體育在裡面 我覺得它是超神奇的 如果各位覆口上去的話 所有花心 除了澳洲之外 其他都用喝的 只有澳洲花心 它可以穿越身心靈 達到全體的部分 那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真正在研究花心 我建議各位 每一種國家的花心 都應該去體驗一下 它可以給你什麼樣的震動 如果你感覺不到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檢討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不夠盡心 我們也不夠全然 所以就會發現 頻率是混亂的 你接不到這麼機威 這麼良善的能量 好 還有呢 這也是我們要再講的 就是說 通常喔 在做療癒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做的是 怎麼樣讓他 不再屈服在他當下的自己 因為 我覺得很多的心理機制狀態 都會出現 當我在做個案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背後好多人 就像剛剛教授講 會被潑冷水 就是旁邊的人沒有做 他也不清楚 他只會怎樣 他只會破壞 比如說像我有一個學生 他要來上課 結果呢 沒有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老公說 我做了一個噩夢 什麼內容 不敢講 結論就是你不可以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改變 對方會知道 那你的改變 他能接受嗎 那這個家會不會因此而改變 所以啊 其實在 我覺得這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我們通常發現 做療癒跟有沒有錢 是對的 所以我的療癒對象是有需求的人 並不是他有錢的貴婦 其實不是 我們只是需要找出你真正想要被改變 想要變成更好自己的人 那個才是重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處理到後來 就發現這個療癒的過程裡面 會出現到最後一段就是 身體會出現一個混亂的現象 他可能會回到過去的習性跟慣性 比如說他曾經睡得著 所以我在做第一次療癒 我就會告訴他 這幾天會發生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睡覺 那而且他 你去追溯 你就發現他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呢 有點像剝洋蔥的人 你把外面髒得爛得潑 所以他會經歷過往的一切 然後回到最真實最乾淨的自己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還蠻難過的 所以要絕對的 我覺得真的是絕對的信念 好 那再來這個部分也是 我們通常 我們在回答對方 其實我們都是用大腦在作用 就是很有意識 就是表意識 那絕大部分都在95% 都在潛意識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花心的部分 對我來講非常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 他不是改變我現在的說法跟想法 而是改變我看不見的那一塊意識層面 所以我發現我自己有稍微柔和了 我會像以前我可能 我都要戳死我老公 就是身上我講話很毒很直 就直接切進去 其實他被我傷得很慘 可是我覺得他太有毒量 不斷的包容 所以我覺得還蠻細密的 我自己可以遇到他 雖然一路上走的還很前興 但是我相信 我有試著改變 然後我有努力在這一塊 相信他也看得見了 所以我們在做共同的努力 那這一塊請你看到就是第三 第四 這個部分很糟糕 就是身體會受到慣性影響 所以呢 有的時候不是你的想法 而是你還是會被潛意識所左右 而且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一個感覺 我有時候會發現 我會重蹈覆測我媽媽的說法 對老公的說法看法 就是罵他一頓就對了 然後就是很深情 很奇怪耶 就好像 所以我老公有時候會提醒我 欸你怎麼跟你媽很像 可是只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媽很會整理 我不太會 這一塊也是要學習 因為當你環境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內在也在轉化 所以呢我要回家就是 最近我們就是因為某些事情 就是大部分事情有一點爭執 所以呢我昨天做了一個動作 就把那個家庭全換了 啊 看起來就舒服多了 所以呢 你要記得當你生氣的時候 不是去瘋狂Shopping不是 而是去改變你目前 目前你所居住的環境 他的格局一旦變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跟著改變 所以我都會很建議我的個案 當他變的時候 把衣櫃清一清 那真的不是浪費喔 我們可以捐給需要的人 但是你會發現自己會患然一新 所以像以前呢 我很喜歡黑色 我整個櫃子都是黑色 沒有黑色我不會穿 對 那我穿了別的顏色 我會脫下來 那我覺得那不是我 可是我現在的其道是 我穿黑色我受不了 我覺得得脫下來 所以呢 所有的物質都有所謂的能量 包含顏色也是喔 好 那 喔 我用跳個罐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是 好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前一次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一直告訴自己 要做改變 可是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的是 潛意識的部分 那個部分 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才會用高頻的方式 那高頻的方式 比如說剛剛有舉例到水的結晶喔 那其實這花精就是這樣 花精是把花的靈魂呢 直接轉載在這個水裡面 酒精裡面 所以當你在服用的時候 其實已經進入到潛意識 而且我們會帶一些手法 直接 不想要到第幾度空間去了 所以有些 起來之後會全然的 不知道自己是誰 或者是 丟掉了很多 就會發現大腦是空的 因為我們通常在捧 對它那個大腦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的頭好重喔 不知道裝了什麼東西 可是當你的手法 跟花精下去之後 這頭 我不敢講立馬 因為它所沉澱的 可能是幾十年的垃圾 那我們會發現 用幾分鐘的時間 其實它就鬆綁了 當你的頭願意放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身體開始柔軟 所以已經不是在做 純然按摩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在情緒上呢 跟身體事實上是相關聯的 那所以我們待會可以看到 身體的各部分 它都跟我的情緒有關 所以當我看見每一個個案的時候 其實它的身體就訊號出來了 我就告訴我 它怎麼了 所以很多個案以為 我怎麼了 我怎麼都知道 其實我並不知道 而是你身體 講清楚的一切 你所經歷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能量是不升不滅 只能轉換跟提升 所以呢 我常常勸 像我前兩天有個個案來 因為他們家裡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他竟然告訴我 是不是 我就這麼帶子在 我的名字這麼的差 我是不是不存在了 這些事情也跟著消失了 我說太好了喔 死亡也是一種選擇 那你很甘願的 將你的小孩 你的老公 你的家 送給別的女人 我覺得也蠻好的 但是 不好意思的是 靈魂既然 就是能量它不升不滅 其實你只不過把這樣的能量 帶到下意識去 你還是要回來做功課的 所以還是建議 面對 處理解決 所以我把它講完 我就喔 其實沒有什麼大事情 就是去看見 所以觀察者效應 當你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一切能量都可以做到改變 好 那這個是能量的呈現 我要講的是在最下面 能量凍結的部分喔 這就是我剛才舉例的說 有些個案呢 他常常跟你講 我這裡怎麼了 其實包含我的小孩也是一樣 他小孩沒有力量 好奇妙喔 軟的像軟骨膨一樣 就直接可以折啊 凹啊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以前沒有看待這一塊 因為我焦點重心在我自己 我忘了看見他 其實呢他是我年紀很大的時候才壞他 那那時候想法就是 我要他嗎 確定嗎 有點不太確定 那所以呢 他在海底人的部分 就是在他的腳踝的部分 呈現出來的就是 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撐不住他的身體 所以他常常會受傷 就是他跑一跑就跌倒 走路也會跌倒 所以他的腳其實沒有力量 那在這個部分就是在講能量凍結 所以我必須要回到他 比較早期的記憶去做能量的釋放 不然這塊記憶會影響他喔 好 那再來這個更有趣的是 以前我們在生理學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對啊 身體最小的單位應該是細胞 可是當我靜下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靜下來有什麼感覺 對自己有什麼感覺 你現在會發現自己不斷的震動 不斷的震動 所以呢 當我的學生 touch 我的時候 他們跳動的更快速 所以我們發現原來其實 我們身體最基本的單位是電子 不斷的在做訊號的發射 或者是不管你帶正電也好 帶負電也好 其實他都不太規律的起步 所以呢我們在控制的是 讓他在一定正常的認證裡面 那所以修身陽性其實是蠻重要的喔 靠性任何人都有種感覺 其實你會發現 有些人會讓你覺得很溫暖 有些人會讓你覺得很討厭 那可能我對這樣的感覺太明顯 我知道你想幹嘛 我知道你動作是什麼 所以就變成說 我有些人我就沒有辦法去靠性 因為我發現你可能昨天吃了羊肉 我就不舒服 可能就是討厭那種感覺 所以呢 因為到後面 因為我沒有強調要吃素喔 我要跟各位說 然後我也沒有宗教的這些觀念 所以吃東西只是為了結清自己的肉身而已 因為發現所有的物質 進入到我的身體 都會造成能量的混亂 我只要吃錯了 我就進入昏迷狀態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待會一定要去拿外面的水 我不知道各位 你喝完一瓶有沒有感覺 待會可以告訴我 你會發現我自己會感覺 新的代謝變很快 新陳代謝變很快 也就是說你會開始口渴 你會開始跑廁所 然後你會開始覺得心跳加速 好 我會真正很建議各位去覺察一下自己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就是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種振動頻率 你怎麼樣讓它穩定下來 通知到好的東西去穩定自己 那當然 剛剛超速講的那個部分也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整個場域 可以控制在一定頻率裡面的話 那更厲害了 但是呢 我的做法是根據個人 主要的那個部位去做能量的施放 也是在調整它的振動頻率 所以當我的手下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你身體哪個部分的振動頻率 就是跑掉的 所以我們會盡量把它做能量的調整 頻率的調整 好 那所以呢 這裡面還蠻厲害的 就是說有一種儀器 其實可以透過血液跟口法 去抓到身體的頻率 然後可以檢測出來 它有帶什麼重金屬嗎 還是有些錯誤的主意 比如說即將要生病了 它帶什麼樣的病菌啊 或是病毒等等等 或者是疾病的訊號 然後再來這裡面講到 任何的物質 既然都有一定的波動跟密碼的話 所以我們用的所有的物質 我覺得都很重要 所以變成到最後 我只用我喜歡的東西 我想要的東西 好的東西 但是要記得喔 跟品牌沒有關係喔 所以我不見得會拿品牌的報告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用好的東西 幫我吃好的食物 都會作用到我們自己 好再來呢 這個部分再講到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卡住的感覺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甚至會周而故時 簡單的說 如果這個孩子 他在家暴的環境下成長 未來你覺得他有可能 也會變成一個家暴者嗎 機率很高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但機率非常高 不斷的在我周邊上演 我覺得如果我們想要把 這樣的社會案件減低的話 我還是覺得從家裡做起 所以呢 不管我們怎麼吵 可是我們還是一家人 不會說一定要離開或者是什麼 所以這一點也是我們覺得 要修到圓滿 我覺得是真的很重要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以為已經過去了 遺忘了 不見了 不好意思 他記載非常詳實的在你身體的每一個地方 依照你的年齡 很像樹喔 很像樹有年輪 從腳開始一直到頭 全部都有其他 所以每個地方呢 他都有過去創傷的印痕 他都可以被開啟跟釋放跟打開 那這裡面也是一樣喔 會發現很多人會為了 自我防禦 會忘記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印象 以為那些事情已經過去 以為他已經不存在了 比如說我碰過很多個案在下半身有問題 尤其是女生 也就是當下半身有些靜脈曲張啊 或水腫啊 或是他大腿特別的出狀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那也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 通常呢 我就會問得到 他在原生家庭的狀態 就是0到7歲 或7到14歲的時候 家庭給的愛跟支持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時候 通常他的下半身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形體變化 這也就是我們這邊在講的就是說 自我防禦機制的啟動 也就是說他的形體會做改變 就像我覺得 我自己是比較明顯的肩膀寬大 也就是說 當我願意扛起很多事情的時候 很奇妙的是 而肩膀變寬變厚變大 這一點是我非常討厭的事情 我需要被放掉 可是這也不是我要講的 也就是說 有時候是潛意識的作用 我願意 這個是比較傷腦性的 好 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最早的時候呢 是在黑胎期 所以我的個案最小 其實是在 媽媽肚子裡 懷孕時期就開始做 之後要生出來為止 你就發現 這孩子非常不一樣 就是他非常勇氣 非常乖巧 那我會遷移 其實療癒是從胎兒開始做 好 好 那今後的主題也就是說 我們用到的是 採光頻率的花精 去調整一個人身心的頻率 所以 我通常在對他聊 哭 我就會叫他死大 叫他停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情緒裡面 被糾結 被糾纏 所以呢 當下就給他不用三支花精 喝完大概三分鐘吧 他是靜止了 然後就會開始 剛剛不是在罵老公嗎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欸 到後來就告訴我說 其實喔 他為家也是付出很多 他為什麼晚回來呢 是因為他的應酬 應酬也是為了這個家 可是他剛剛講的是 我老公多懶都不回家 有沒有 在外面吃喝完的 到底在幹嘛 就是說 你會發現 他會轉變能量 連說辭都改變了 所以他會從內在開始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用到的東西其實 就是植物 就是花朵的精粹能量在裡面 那其實他也算是一種 共振息療法 所以就是打入正確的頻率 跟訊號之後呢 可以改變一個人 失衡的情緒 甚至人格特質 好 所以呢 這邊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只是用頭腦 所以我現在做起來 我覺得還蠻輕鬆 我以前不知道 個案在哪裡 特復在哪裡 不知道 可是呢 當我不再用大腦去作用的時候 我相對 當你自己 把自己做某部分的修正跟改變的時候 其實 你所發出去的念力也好 念力也好 其實 會發現 引來的全部都是需要你的個案 需要你愛的個案 所以我通常 我自己都覺得很納悶 因為我跟人之間 我自己覺得有個距離 但是我通常會被個案融化 因為在第一次療癒的時候 還沒有做 或做完之後 他們主動會來抱抱你 好奇妙喔 所以我就會開始打破一些疆界 不然以前我會有一個距離 我覺得好奇怪 可是當他主動抱你的時候 你真的也融解在那個愛裡面 所以我要講的是 現在我就不用用力去做一些事情 不用腦袋去想很多 所以我通常有些放風 然後回到自己 然後去觀照一下自己 現在屬於什麼樣的現象 所以當你瞭解自己的時候 自己比較親民的時候 我發現個案在你眼前 其實一朗魚非常清楚 好 那我把這些帶完 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我剛想到 我會結合中醫的方式 也就是說 五臟六五其實它帶出的 就是所謂的情緒病 那這個部分跟情緒都有關係 靠油 賣油不同的顏色 可以對應到五臟 五種丈夫 五個 五臟六腹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跑快一點 就是說 每個丈夫呢 他所需要的顏色 或者說每個賣人所需要的顏色 他有一定特定的頻率 所以我們會用到不同的顏色來做 我跑快了 一月時間 那我要講的是新的部分 新的部分最近呢 其實楊定一博士他出了很多系列的書 不斷在講新的頻率 這個我會滿建議各位去翻翻看 剛好就是彩虹的顏色 有發現嗎 紅橙黃綠藍電子 到最後就是紫色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看看自己的身體 其實每個部分 都有一些情緒特質鎖在那裡 這些地方一旦鬆綁之後 其實在困擾的情緒就不見了 那當然情緒所引發出來的身心症 當然也會迎刃而解 所以我們也沒有用到任何的健康食品 也沒有用到任何的藥物 好那這些書會比較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因為我在做量子處療 其實上面就有很 就是比較簡單或者是有些方法 可以讓你們可以去看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在無限組的療法裡面 也相當重要 他已經超越了一般肉體的部分 然後肌微體的部分 把身體所有的能量系統 介紹的一清二楚 看到的跟看不到的全體裡面 那最後一本是 療癒常在身體裡面 他用了一些智商的部分 去把送錢的能量所打開 所以療癒的方法 其實有非常多面向 而不侷限在任何一種方法裡面 可是如果可以多元化 相信對個案的幫助會更大 那我今天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 好謝謝體育師分享這麼棒的能量的重要 重要齁 那我剛剛聽到有一個總結 千萬不要偷偷地吃麥當勞 小心媽媽在你身上放個花精跟著你 還有一點很重要 千萬不要惹女人生氣 那你的錢會一直燒光 對不對 女人一生氣 其實我聽了很多好朋友 真的 女人一生氣很容易 我有一個朋友 她老公喜歡去喝酒 那她就很生氣 可是講溝通都溝通不了 她說好 你喜歡喝酒 那我就去Shopping 她每次去Shopping 就把那個卡刷到爆 刷刷刷